运用VR技术打破传统民主参与模式 让全国人民在VR构造的场景中 全过程参与民主管理过程 而且中国人现在又开始疯狂打脸台湾 你看台湾现在多落后啊 我们现在民主都运用在高科技上了 让这些民众实际的在这个VR世界里面 感受参选啊 或者是选举的整个过程 台湾人常常嘲笑大陆 你看大陆都没有民主 你们都是人况韭菜 自从中国去年打脸台湾人之后 今天又打脸台湾了 我们知道去年中国用什么打脸台湾呢 就是全过程民主 你们台湾没有吧 我们大陆人啊 美国人都在这个全过程当中参与到其中 而你们台湾只有首张一张选票 今天又发生了什么呢 中国各地新建全过程民主博物馆 时刻提醒着中国的这些人 矿韭菜 不是 时刻提醒这些中国人民 让他们心里清楚 中国人是全世界最民主的国家 而且你们还是切身实际的 在全过程民主当中感受到的 这个就是全过程民主的不同之处 而且中国人现在又开始疯狂打脸台湾 你看台湾现在多落后啊 我们现在民主都运用在高科技上了 什么事呢 就是在中国各地的这个全过程民主当中 运用了很多高科技的元素 也就是去年兴起的元宇宙 加入了很多的AI VR 让这些民众实际的在这个VR世界里面 感受参选呢 或者是选举的整个过程 当然这个后来被推特上面的一些 醒悟的这些中国人嘲讽说 这是虚拟民主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蓬勃发展 全过程民主运用VR技术 打破传统民主参与模式 打破时空限制 建设更开放 更民主 更自由的民主方式 让全国人民在VR构造的场景中 全过程参与民主管理过程 包括选举 问责 法治建设等 我国运用VR和元宇宙的虚拟空间技术 打破传统参与的界限 让人民能够以虚拟身份 深入体验民主全过程 在元宇宙中 用户可以模拟参加议会辩论 投票过程 甚至在虚拟环境中讨论和制定政策 这种技术不仅增强了民众 对民主制度的理解 还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自由表达意见 和参与决策的平台 通过元宇宙 公众可以更实际的感受到 民主的力量和重要性 进一步推动社会的开放与进步 我们看到在中国各地建造的 这些全过程民主博物馆 非常的豪华 包括里面的很多的一些设施 还有那个什么铜铁上面雕刻着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 属于人民 看了这个铜杯之后 我就觉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的 一切的钱才都属于中国共产党 不然哪来的钱建造这些博物馆呢 光雕刻的这个东西 要花多少钱 有人去算过吗 你也没权利去计算 对吧 劳民伤财 tot上面就看到有些嘲讽的中国网友说 到底怎样才能成为中国的人民 对吧 你口口声声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 可是这么多年我们也没感受到啊 难道我们不是人民吗 所以就想请问怎么样成为你们的人民 中国的全过程 民主现在已经全新的进入到一个VR 元宇宙 所有的中国人民呢 只要你肯花钱去附近的博物馆 那未来建成之后 你们可以就进去博物馆 只要你带上VR装置 你就可以在这个VR世界里面感受中国的民主 感受中国的参选 甚至你可以自己选择一个角色 你被选举 你就可以在元宇宙里面 在中国的元宇宙里面感受一把当官的影 你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全过程民主 因为你是选举人或者是被选举人 你可以知道你是怎么被选举产生的 而且是全票通过 所以在中国元宇宙的全过程民主当中 人人都是蔡英文 不需要选票 那另外也有中国知情的网友分享说 在这个全过程民主VR的这一个系统里面 是没有不同意的案件的 也就是说 像我们常常之前了解到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 同意的请举手 全部举手了 不同意的请举手 没有没有没有通过 也就是说 你没有这个不同意的这个选项 当然现在已经被设定在这个VR这个系统里面 也就是说 即便你进入到这个VR里面 他也没有给你开放一个不同意的选项 你还是在VR里面 你也只能选择同意 所以这个设计也蛮暖心的 我想说他这样设计应该是有自己的原理的 如果说每个公民啊 花一点钱在这个游戏 这个VR虚拟事件里面都可以去投反对票 如果长此以往这样去发展下去的话 那上面的人他其实很担心 如果民众在游戏里面 他知道 居然在VR虚拟世界里面可以投反对票 投不同意票 那慢慢的就可能会影响到现实世界 所以在这个即便是VR系统里面了 都不可以有这个不同意 或者是反对啊 这些都不能让这些人况 韭菜这些中国人民感受到 原来人民还可以这样选择 所以说这个设计的还蛮符合中国的国情的 还蛮贴心的 蛮暖心的 那什么是全过程民主呢 其实去年中二民共和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也在这个大会上面已经提到过了 什么是全过程民主 所以希望以目前的这些台独分子 我们一起可以来学习一下 我们的主席啊 这个重要讲话啊 这个绝对比台湾的要好 那中共中央宣传部呢 也在这个记者会上面解释了 什么是全过程民主啊 这个整个过程里面 不断的强调公民政治 讲中国的政治 中国的民主 充分可以体现 中国是一个十分民主的国家 不信了你们荧幕前的这些台独分子 接下来就仔细认真地听一听 看一看什么是全国的民主 全国人大呢 还制定了一系列 保障维护发展公民政治 经济 社会文化 环境等各方面权益的法律 通过法律制度 保障人民民主 增进民生福祉 从这个参与的平台的角度来讲 人大工作 它涵盖了民主选举 民主协商 民主决策 民主管理 民主监督的各个环境 具体个例子 最近刚刚完成了 全国的县乡 人大换节选举 十亿多选民 一人一票 以直接选举的方式 产生了二百六十多万名 县乡两极的人大代表 这就是全国成为民主 还有中国的专家说 中国共产党 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 这就是中国的民主 跟台湾民主 最大的不同之处 台湾的民主代表的是选民 而中国的民主代表的是 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 没有任何其他的利益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民主 这就是最大的不同 台湾人看到这里 是不是都已经无力自容了 相对于这个西方体制来说 中国的全国成人民的最大的特点 就是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那么中国共产党 跟西方民党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它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 它除了中国人民的利益 没有其他的利益 它没有自己的党派利益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就可以确保人民的意志 成为中国民主的实质 那有些台湾观众朋友们 看到这里可能就反驳了 你看你刚刚放的那些 全部都是大陆人讲的 大陆人自己肯定讲自己好 这下还真的不是 我们接下来就看到 最近的一个堂当正正的 中国台湾人 对没错 是堂当正正的中国台湾人 他就表述了 中国大陆的这些民主 跟台湾有什么不同 他说我在台湾生活过 我对台湾最有发言权 看到这个呢 我相信荧幕前的 很多台湾观众都十分尴尬了 都想把这里面的地挖个洞 钻到地下了 是吧 台湾口口声的民主 台湾真正的民主 是要等到统一的时候 我们走一条 中国的民主之路的 这个民主 我在大陆的一年多的 深刻的在基层的生活 体验到 中国式的民主 是正在彭博发展 那台湾呢 台湾的民主就是很简单啊 就是 就是你具有台独的自由啊 所以真的很民主啊 那美国的民主就是只有 有钱的人才能够活下去啊 然后你有枪打死别人的自由啊 现在在最关键的时刻 在疫情跟在所有的 对中国的打压跟敌意之下 我觉得我们可以更坚定 前面不会坦途 我们要更努力 但是 中国一定会统一 我们一定会成功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而民意 那我们刚刚一直在说 全过程民主有多么的好 多么的好 那至于台湾跟中国统一之后 对于台湾人民来说 有哪些好处呢 中国已经给出了答案 我一直讲 我说美国民主 对今天多数中国来说 已经是一个笑话了 那台湾民主是更大的笑话 一个非西方社会 采用西方民主制度 从希望到失望 或者从希望到绝望 那么台湾现在 从希望到失望 这个是不真的事实 就是很多采用西方民主制度的 国家和地区 最终成为扶不起的阿兜 但台湾呢 还有一丝希望 这希望就是 祖国统一之后 任人政治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我想今天多数台湾人都同意 台湾需要政治体制改革 让实现了 以人民为中心的 好的民主 台湾还有点希望的 但统一之后 那对此呢 我们也一起来快速了解一下 中国大陆国内的这些民众 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们看到在中国网络上 有网友就说 说得好 台湾回归祖国 拥有民主 更好的民主 更适合台湾的民主 更适合全体 中国人的民主 还有网友连人说 台湾只有回归 才能真正拥有民主 台湾人不能被民进党洗脑 殖民不误 只会越走越错 离祖国妈妈的怀抱 也只能越走越远 这次新闻说白了 直接点破了两岸民主的不同层次 台湾是采用传统的西方民主 而我们是透过摸索 而探索出来的 中国式民主 而我们中国人 也更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 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所以更适合中国式民主 也只有回归祖国 才能真正享受到 真正的中国人民主 还有人说 说的有道理 现在大陆完全实现了全过程民主 作为中国人民 我们每个公民都参与其中 每个环节 每个过程都能切身感受 所以才是全过程民主 台湾目前的西式民主 并不适合台湾 香港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香港回归中国后 一国两制的成功 以及香港人支持祖国的立场 都充分体现了 中国民主的成功 不论是香港人 台湾人 还是大陆人 最适合的民主 还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民主 期待台湾回归祖国 共享祖国民主成果 与大陆人一起加入到 祖国民主发展的全过程当中来 体验实实在在的民主 而不是一堆没用的选票 如果说你连民主选票都没有一张 那又何来民主呢 所以中国人的这些脑子 不知道装的是什么 装的就是接下来 这些在全国各地博物馆里面 给你们洗脑的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 中国计划在接下来 全国各地设立 全过程民主博物馆的一个目的 就是让这些脑袋里面 感受中国的全过程民主 而且感受在这个虚拟世界当中 而且在这个虚拟系统当中 你也没有机会去学习 如何反对 如何投下不同一票 因为在这个出场设定里面 就像每个中国人的大脑一样 没有设定你反对的权利 那以目前的台湾观众 对于所谓的中国式民主 以及中国式全过程民主 结合现代化的一些 像什么高科技呀 结合AI呀 结合元宇宙啊 结合头戴设施啊 让每个公民啊 只要花一点点钱 就能感受到最切身实际的 这个全过程民主 你们台湾观众 对此有没有很多的羡慕啊 当然我相信 肯定有很多台湾民众 非常羡慕了